在被捕,23年之后,麻原张晃死刑执行了,这个臭名昭著的邪教恶魔,终于受到了正义的惩罚。 1995年,日本警方在经过大量的调查取证后,终于在5月16日,对麻原张晃进行了抓捕。麻原张晃藏身于富士山脚下,山里线上就一色村真理交总部,此地有多处设施,一律以范宇沙迪安命名,一为真理之楼。麻原张晃及其家眷则藏身于第六沙迪安的专用居室之内,图为真理交的总部。 5月16日,浮小时分,2000多名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将伤九一色村第六沙迪安重重包围,为了防止真理教徒使用毒气进行反攻,警察还佩戴了防毒面具,并准备了能测试毒气的金丝雀。 凌晨5点半,搜捕行动开始,警察用电具破门而入,图为警察用电具破门时的情景。 警察进入后,发现原本用来储存化学药品的第六沙迪安通道蜿蜒曲折,如同迷宫一样,当警察继续深入时,里面突然传出一股恶臭。 经过探测,这不过是教徒们采用的臭气退兵的诈数,上午九点多,警察开始逐层搜索,终于在二楼与三楼之间,发现还有一层家楼,那里集围麻园张晃的藏身地。 图为警方找到麻园张晃的藏身之处警察将之包围后破拆进入房间,这是一间四周用钢板密封的密室,当时只有麻园张晃一个人在里面,他似乎还在冥思苦想。 身上仍然穿着他那标志性的紫色长袍,和有些棚,乱的披肩发,图为从密室里探出头的麻园张晃,当警察上前解释,为什么要拘捕他时,这位平日里总是炫耀特异功能的神人,没有做任何的抵抗,只说了一句话我明白了,便随警察而去,图为警方把麻园张晃从密室放下来图,图为,被抓捕后的麻园张晃, 看上去也就是个畏缩的中年大叔而已,图为被抓捕后的麻园张晃接受警方的现场询问,图为被抓捕后的麻园张晃,贪坐在一旁,全没了大师的风范,图为被抓捕后的麻园张晃接受警方的现场询问,图为麻园张晃藏身的密室, 警方还在其中发现了大量的现金,1995年5月16日9点45分,麻园张晃在富士山脚下逐渐散去的博物中,被带上警车,为了能倒麻园张晃被捕的样子,记者们不顾百里路程, 从上九一色村,一直跟随到东京警市厅,图为麻园张晃被警车带走时的情形当日,为数众多的警车,庞大的采访车,还有天上的多家直升机,场面堪称壮观,图为被带上警车的麻园张晃,麻园张晃被捕后,对一切指控都采取否认态度,并装得可怜兮兮的说, 像他这样一个已经瞎了一只眼睛的瞎子,哪能做出这种事情,却没了往日的嚣张跋扈的,图为被带上警车的麻园张晃